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天高温是落在33到35度中间 不过另外要留意的是 大台北盆地还有南投地区 有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至于东半部地区整体来说比较凉爽一点点了 白天高温在30 31度左右 那么至于各地清晨夜间的低温 则是在23到25度之间 我们可以看到日夜温差依旧是偏大 所以请大家要多加留意温度的变化了 那么明天的天气形态跟今天也蛮相似的 主要降雨呢 还是集中在午后的山区 以及靠近山区的平地 不过周五开始也就是明天之后呢 整个东南部地区的水气会增加 因此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 就会有一些局部短暂的雨势出现了 那像这样类似夏天的天气形态会一路持续到下周二 因为下周三开始呢 随着东北风增强 因此阴风面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除了温度会下降之外 也会开始有一些局部短暂震雨出现了 那么再来关心到的是台风的最新动态 今年第18号台风洛克 目前是位在琉球的东南东方海面上 接下来会朝着日本南方海面来移动 至于今年第17号台风库拉 已经即将要转为温带气旋了 那么这两个台风呢 目前跟台湾距离遥远 移动的路径对我们也不会造成直接的影响 接着我们偷图卡 一块来关心今天各地更详细的温度预测 先来看到北部地区基隆28到30度 台北29到35度 新北30到35度 桃园新竹大约在29到33度中间 苗栗则是29到32度 中部地区台中30到33度 彰化也是30到33度 南头30到35度 云林嘉义最高来到33度 要注意的是午后会有一些雷雨出现 南部地区台南29到32度 高雄30到32度 屏东29到33度 午后山区也会有雷雨 东部地区宜兰27到30度 花莲29到31度 台东28到31度 台东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幻道地区 再来看到连江27到30度 金门28到33度 宝湖28到31度 大东也是多云道情的天气形态 最后小丁宁再次提醒大家 今天各地也还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 不过午后在中南部地区 山区可能会有一些雷震雨出现 所以外出要记得带拔伞了 那么另外是日夜温差大 所以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以上是为您整理的天气资讯